好的確 中美的軍事較量比了真的是硬的底氣 那中國大陸有些地方是後發的優勢 後發限制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到殲20這一塊 還有包括了是海軍就要提到的是福建艦 中國大陸央視展示福建艦側面的全身照 然後中國大陸軍事專家曹衛東老師說 這不是要彈射這一架上面這個戰鬥機 而是要測試能夠停放幾架的戰機 然後如果海事順利的話 福建艦可能會在明年正式加入中國大陸海軍 那網友就開始說 應該趕快把福特號航母部署到亞太來 但是我們今天要說 福特號跟福建艦都是福字 但是為什麼中國大陸的福建艦 有一些後發的地方 真的比美國當年的研發還要來的先進 將軍怎麼看這個 我認為第一個它彈射系統就不一樣 那福建艦的話它有三條電子彈射系統 它電子三條電子彈射系統它是中壓直流電 美國是交流電 交流電是不穩定 假如你看每到400次的架式會有一架 會有問題 你看看 作戰是不是400次就不能打了 那這樣 你有問題 沒有 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出問題的時候 你這個時候要排除故障 你怎麼樣去起降 萬一這個時候很節骨眼 人家都要回來落地你怎麼辦 對 這個就是要是節骨 你平常沒有問題 你在節骨眼上就有問題了 這個是在黃昂洋大海當中唯一的可以落地的機場 旁邊 除了你旁邊有陸禮震地 我跑到陸禮震地去落地可以 那我們知道我們的所有的手機都是直流電 對 為什麼 直流電穩定啊 你看看我們的電腦 你雖然是插那個交流電 再換進去它裡面有個小小的變流器 變成直流電 為了穩定 那中共它就一步到位 我說中壓直流電 那你為什麼用高壓直流電呢 你高壓不是很好 但是高壓風險就出來了 你高壓就是 我們知道你要知道高壓風險就出來了 那低壓 你低壓就有一個狀況要出來 你要高電流 低壓又能高電流 你要高電流 很衝突的 你高電流就補你的中壓跟低壓 是這個樣子 所以中共要去克服這些 因為全世界都電子殘射的 也只有美國 當然法國也有 但是法國是向美國買的 法國是向美國買不算 也只有美國這一家 那美國就是 我們講的美國是高壓 高壓交流電 方便便宜 但是中共竟然要一步到位 幹什麼 所以為什麼中共它不做 這個蒸氣彈射 很多事情你能夠省略省略 你不要一步一步 你跳躍 科學要跳躍 你不跳躍 你還是保持原來壯 那這樣的話 你就跟人家的車尾燈在走 不要 疑似它就到電池 疑似到中壓直流 我不要再做交流 交流知道不穩定 為什麼你的手機 所有天地下的手機 全部是直流電 對啊 你為什麼手機不用交流電 直流交流電 非常不穩定 你的螢幕還會閃 可以講 你還傷你的眼睛 你都在閃 很恐怖 只是你沒看出來 因為它每一秒鐘 閃60次 你沒有感覺而已 它每秒閃60次 為什麼 因為你是交流電 所以中共說那我移不到 而且第二個它不換檔 因為你這個整合是穩定式的 你不要 有時候它有檔次 突然變快變慢 你的飛機結果可不可以 會有這樣子的 當初的這個蒸氣彈射 除了用水之外 很好水的 它每次 每彈射一架 就要將近一公噸的淡水 海水不可以 海水腐蝕性 鹽分太高了 馬上會嗅掉 好 那你用淡水一公噸 然後問題是 它不是那麼穩定 那它出來的力量 出來的力量沒有這橫速 它是線性的力量 你要知道 中壓直率是線性的 我就穩定 就是說感覺不出來 你這個自動排檔的汽車 在排檔在變換 我就讓你一路這樣子很順 因為一路穩定加速 那這樣對飛機好不好 好啊 當然好啊 對飛機的結構 是最盡到最大的保護 是這個樣子 那這樣子也相對的了 它只要 到了2000次 到3000次 我才會故障一次 那很不得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穩定度高 如果你的電腦是 直接又掛上交流電 我跟你講 你的電腦常常會壞掉 是 因為那個 那個電腦的它那個 我們講的交流電 這個一直在 在變動之中 會造成你電腦的期待不穩 那今天如果是 你有重要的檔案 你不是就消失掉 我可不可以 在我寫腳本的時候 在關鍵的時候 還沒safe 就給我當機 我會氣死 所以你就看 所有的尖端的東西 包含太空的裝備 都用直流電 對 那中共說 那我乾脆 我直接用直流電 直接一步到位 直流 然後電磁彈射 是這樣 好 那它現在已經 我判斷它大概 明年完成初級作戰 對 那列入作戰序 那這樣的話就要說 明年的 可能明年的海軍節吧 也有可能吧 就直接列入作戰序 換掉中共 三艘航母就出來了 而且電磁彈射 放飛快 電磁彈量多 因為它靠這個電磁 把這個25公噸的 它現在在測試的 你看看它放在那邊測試 它那個折疊 折疊的話 讓它的甲板上放更多 對 一次可以看看可不可以放到 36架 是 那其他放在下面的機庫 它的甲板上來 那上來的時候 一次是不是一架 對這樣上來 因為老美如果夠大的話 它折疊完畢之後 一次可以兩架 那如果這個容量不夠 還有它的這個抑壓的 它抑壓推升嘛 人家推升力量不夠 那一次放一架 它都要做測試 因為它從來沒有過 這是它第一架 所以它都要非常的謹慎 你看前一陣子 彈射那個東西 丟到海裡 小紅車 對看看那個小紅車 看它的這個推力的 它的動量 動能要多大 然後效果會短 到最後 它算到之外 離開這個速度是多少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還 因為這個將來的 千三十 千三十五 千三十五 或者還要再用 千十五 千十五 它的推力 它還有本身的推力 所以你能夠把靜態的 推到這個地方 飛機絕對是沒有問題 沒錯 是這個樣子 是所以呢 中國大陸現在 一步一步來 但是呢 因為我有後發的優勢 我看到你美國的這個 有不好的地方 我就直接怎樣 我就跳過了 我不發展真氣彈身 我直接中壓直流 就跳過了你 而且比你交流電棒 所以呢 第一點呢 在中壓直流的這個電子彈射 勝過你美國的福特號 好 那剛剛這件講得非常的精闢 但我補充一下 因為呢 你看到它是用交流電 它的彈射呢 噸位大概是只能 29噸的大黃蜂 那並不是F35C 那反而還是李敏茲級 才能夠帶F35C 所以呢之前就被說福特號 上面呢 還被看到是大黃蜂 然後呢 另外再來看到是說什麼呢 那中國大陸不一樣 第一個領先你的就是 我的電子彈射不一樣 另外還有我艦載機 因為呢你是大黃蜂啊 那我是殲35 加殲15高低搭配啊 這又可以贏你 這第二個贏你 那更別說呢 殲35三大優勢 我也是比你比較後面發展 但是我追得很快 第一個我也是雙發的 可以達到2.5馬赫 另外呢它是個氮化家 F35都沒氮化家雷達 我的雷達看得比你還要遠 也超越了F22 F22根本就不可能有氮化家 你是上上代的事情了 更別說我的空空導彈更強了 霹雳10跟霹雳15 霹雳11這些都可以 常見10常見20都可以 你看這邊又是另外一個優勢了 對 這樣講就是 我們講到發動機 這個沃爾傘19 它的推力是10公噸 相當大的 推力是10公噸 它的推重比 是1比10 對 全世界大概推重比最大的 大概1比11 它已經到達1比10了 快要點了 就已經on top了 就已經到尖端去了 那它這個掛兩個窩傘19 對 就20 快要20了 對 就變成20公噸的推力 相當大了 然後它另外一個 它的這個雷達 那個有源的氮化架 有源傷控的雷達 一般來講的話都是折化架 對 那折化架的氮化架 是高一個折化架的 第三代了 對 一個檔次 所以中共都一步到尾 它不要自己 我才不要跟你那邊那個 去繞圓路 所以它的技術成分 就會比較高 那這樣的話 在 而且你要注意到 它的雷達是 佔的體積是比較大 為什麼 你看它的雞 它的雞手就是雞頭 雞頭這個地方 直徑一公尺 你平常雷達是劍縮的 小小的 大概我現在的時候比到 就是那麼大 它一公尺的話就那麼大 對 換成它這個有源 相控卷雷達 對 氮化架的 它的搜索的距離 跟搜索的效果 更遠 而且雷達它會經過使用之後 會越來越模糊 距離會越來越近 就是對 同樣距離遠距離的目標 會越來越看不清楚 OK 要越來越近才看得清楚 那這樣的話 衰退得非常的快 氮化架 它衰退的速度慢 都會衰退 結果你今天手機 你剛開始的亮的時候 很亮 但是你用了五年 怎麼暗暗黑黑的 怎麼調都調不了 對 為什麼你要說 你要去這個 把這個 這個剪角膜有時候 要去動那個手術 趨光手術 突然變得好亮 就是因為 我們都在退化 雷達也是跟眼睛 跟人類眼睛一模一樣 就是這個樣 它會慢慢退化 淡化架的退化速度 比較慢 比較慢 相會的 我的保養的週期 可以比較長 你本來五千小時 我要兩萬小時 五萬小時 我再來換 但是我可以用得更久 是這個樣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可以知道 剛才就是說的那個 電磁彈射 彈飛機 講到那個 大黃蜂 力不從心的 那換句話說 中共克服了一個 因為中共的福建艦是 我們講的裁電動力 它是燒柴油的 那燒柴油的 它的發電量要夠 因為 中壓的 就我剛剛講過 它要非常大的電流 因為它是中壓 所以電流要強 但是你這要強 你的發電量夠不夠 就是這 因為 所有美國11艘航母 全部是核動力 對 核動力沒問題 我就靠核能 核能發電OK 完全沒問題 但是中國大陸 它克服了這一個發電 對 是 克服發電了 出來了這個直流電 可以供應我彈射 把這25公噸的 我們叫做 1035 彈到空中去 那它克服這個 我認為克服的就是這兩個 一個中壓直流電 另外一個 它的發電系統 你發電系統要夠 你發電系統不夠 的狀況之下 你有這方面的設備 但是沒有這方面的電力 還是彈不起來 對 所以這個電子彈射很重要 因為它可以彈重型的 或者是無人機 或者空警 600這些都彈得上去 另外來看到 我們剛剛說的這幾個 都是贏它 還有包括什麼 中國大陸也要把供給11 放上去福建建 這個放上去 這個供給11 上去 這又是另外一個優點 這個第三個 比你福特號還要來的強 還有最近討論度很高的就是 福建建跟福特號 它的圍桿 一體化圍桿差那麼多 這是福建建 你看這麼這麼的 簡潔 那代表我引申效果很強 而且我可以把所有的東西 都集成在裡面 我可以抗干擾 我還可以進行搜索等等 都在這裡面 那美國的福特號 被說是曬衣架嗎 你看長這個樣子 你要怎麼隱形 對 這個 福建建的隱形效果比較好 而且它的 它進破防禦系統4套 它的進破那個 艦對空的防空飛彈也是4套 前後左右剛好4套 從這邊過來的話 艦首跟艦尾還有這一個 直接打它的 我們要進破防禦武器 就是過來的飛彈 就是掠海的飛彈 那從左邊過來的 同樣的艦首過來 艦尾過來 還有側身過來 對著這個左側的 這些進破防禦系統就發威 是這樣子 當然先這個短程的防空飛彈 再來是進破防禦系統 但是不要忘了外圍還有 也有 我們講的那個大區 外圍區的護衛艦 或者是我們講的 飛彈驅逐艦 還有飛彈護衛艦 是這樣子的 我現在講它 最後防禦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你是不是到最後面 你要優化 優化是不是要變小 你要注意看 越早的那個艦島 我們叫指揮塔叫艦島 越大 因為它裡面的功能都要 現在不要了 我很多東西數位化了 本來那麼大 不要小小的 而且要整合 這整合是有難度的 小小的通通整合在一起 變成小小的 以前的電腦好大一個 以前的手提電腦好大一部 現在手提電腦 現在手機那麼小 可是 這優化 將軍人家這個福特號 是美國最新的 最新還是搞出這個 這樣子的 因為有時候大 價錢好談 美國為什麼要做那個 我們叫全球音做那麼大 因為它如果做得小 價格怎麼那麼貴 它如果做那麼大 價格那麼貴 是這樣 它就做大 美國有時候故意 要跟你做大的 為什麼 因為好談價錢 因為今天 買一個口紅給你 說這個口紅是20塊 你不買 這口紅200喔 很好 你要買200的 你不買20的 其實兩個都是一樣的口紅 但是你就說買200 但是呢 在作戰的時候 不是比大比較好 這個你會被看到 而且呢 美國我讀了資料說 為什麼呢 福特號會搞成這個樣子 因為你的 一體化圍桿的這個呢 商家是民間的 民間搞得最後呢 它倒閉了 所以呢 你做不出來啦 那中國大陸的這個福建艦 這個圍桿 非常的簡潔 它其實從動物身上 就已經做好了 現在呢 用到的福建艦上 當然也是OK 所以中國大陸 擁有了後發優勢 跟美國不太一樣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 對方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選控 你的評 Gesch勝 先做音樂 封信 每日克菌 要支持你 封信 身體健康 有懸像 感谢观看